嘟嚕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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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燕姐 耶 小燕姐 我的缺點就是遲到 小燕姐妳的學生都很丟對不對 對 老師都不丟 對... 她們現在已經改了 因為錄影她其實都沒有遲到 尤其小燕姐的節目 小燕姐的錄影絕對不能遲到 我今天早一個小時45分鐘到 對啦 因為妳學校是... 而且音樂也習慣了 有一次摔到最嚴重 我們兩個都快嚇死 真的 我是完全站不起來 半年MC都不來 真的嚇死的是這個 真的嚇死 去看老師她懷孕 因為妳不曉得是地球讓她懷孕 對 還是妳讓她懷孕 好 今天我要講的運動 這些運動是不是年輕人 今天我講都是... 不是年輕人 都幾歲的人 都是超過...快40歲 超過40歲 在以前人家稱為中年人 但現在是壯年人 那她們要跟年輕朋友一樣 妳滑多遠 我滑多遠 妳跑多遠 我跑多遠 妳騎多遠 我騎多遠 鐵腿也無所謂 裝備要最齊全 幹嘛耶 這很重要 我跟你講 這要像的 慢跑的時候 先看外套 再看球鞋 對啊 轉眼妳要看我 我這套很重要 妳知道為什麼嗎 妳看我這套 妳轉過來... 後面還有反光條 這是... 小護媽媽在用的 等一下 小一點 妳知道現在天氣幾點冷了 妳跑起來的時候 會越來越熱對不對 我通常一開始穿得多 我要這樣跑 慢慢熱的時候 帽子拿下來對不對 然後越來越熱就這樣 就脫掉了 然後就拿掉 等一下 妳看我脫了 妳看 Oh man 然後就跑了 Oh man 我最後就跑了吧 你看到沒有 那相機都很帥耶 對不對 多好 然後冷了就穿進去 我告訴妳 這個重大的意義不在外套 也不在什麼 就在... 裝備 炫耀 炫耀他的腿 炫耀他的腿 好啦 妳先... 妳先跑到大道城再回來喔 好 但是很多人問曲家安瑞說 人為什麼到了某一個年齡以後 他越看越年輕 在他痛快的這本書上 他其實講這個運動啦 愛自己啊 做自己啊 不要在乎很多事情啊 不要計較 對 不要在乎人家的眼光啊 對 然後懂得怎麼樣 認清自己 這很重要 不要在乎別人怎麼笑 我覺得我已經夠了 我覺得在認清自己的時候 我就要講兩位大叔了 好... 炫耀... 三位大叔 四位嗎 一位大姐 好 這位大姐呢 對啊 讓我看到的就是說 他可能沒有青少年時間 因為他現在做的事情 都是人家十三歲 到十八歲之間做的 對不對 他是十三歲喔 到十八歲的時候 小燕姐 小燕姐 我是你的啦 我是你的啦 三位大叔跟一位大姐 這本書呢叫做 滑雪讓我們人生更完整 這是兩位大叔寫的 這兩位大叔呢 一個寫這邊 一個寫那邊 然後呢 我看到 我看到幾個key words key words 一個說滑雪 真的... 有一個 有一個人說 等一下 是他啦... 好 我講完你們再猜 滑雪 我是完全為了愛 是 那另外一個人說 滑雪讓我找到了真愛 史丹莉說 她根本是一個沖繩島的熱... 熱帶的人 她要去滑雪完全為了愛 對 為了愛 對 那李李妍呢 她的真愛是說運動的真愛 因為她以前的愛 衝浪愛什麼嘛 但是滑雪是她找到的真愛 在這本書裡頭更重要的 其實很重要是介紹了很多的滑雪場 對 都去過的 對 還有更重要一點 就是滑雪裝備 對 我都看到了 要先講 其實我們兩個出生的 不是要教人家滑雪 因為我們也沒有這個能力 也沒有這個資格 但是我們很想分享這項運動 但是我最重要就是告訴人家 滑雪的樂趣在哪裡 好 今天我來介紹一個 這個運動完了 從運動啦 她現在都有教練 我沒有想到高山峰 去了九天的環島 但是她每個都在企業 她不是說好久喔 她只是在企業 今天只有我帶獎牌來好嗎 我也有 我也有 沒有坐在獎牌啊 這個中華路就一堆啦 這怎麼講 就是騎完啊 其實這個是熱騰騰的 我11月13號才剛環島完 所以你的腿還是鐵腿囉 對 對... 因為... 好 我覺得這個快...快跪下來 九天啊 其實小燕姐 九天是環島基本的耶 就基本的天數 因為我知道就是有五天環島的 也有七天環島的 好啦 你不是上個禮拜來 上個禮拜我們介紹 雲林育幼院的小朋友 是 從7歲到17歲 他們環島走花東路 你要不要下去 沒有... 沒有... 今天講的是中年大叔跟大姐 可是他們那個年紀的小朋友 不會累的 而且我覺得我們這一個年紀啊 就是能出外運動最難得的是 你第一個除了可以拋下一切之外 第二個就是 如果你身邊有另外一半 或是有小朋友的話 他們讓你有那個餘力 可以就是專心的去做這件事情 這很難 對 然後他到了... 到了後面的拍照 已經沒有臉了 因為臉都這樣遮起來 然後要表示說他在台南哪裡 在哪裡嘛 在商店前面 要這樣遮到 誰知道是你 所以你起九天 他起九天的重點就是 要逃避一切 是這個意思 逃避老婆小孩 逃避老婆小孩 第一天 第二天 會覺得滿開心的啦 第三天就會想說 而且我把臉遮起來 不是因為... 不是因為說就是 找靈眼或幹嘛了 而是因為我試著把整張臉 就是露出來拍 然後我看那個照片拍完了 不要 還是遮起來好了 因為整張臉就是一臉大便 一臉賭藍的表情 太累了 就是我為什麼在這邊 做這件事情 不是 其實... 其實這要有點毅力 對不對 我覺得其實你們像你慢跑啦 做運動啦 你有找到樂趣嗎 他們是找到樂趣的 我有啊 慢跑多有樂趣 我每次在體育館跑 你知道多少人追在我後面跑嗎 不是 那很有成就感的 你這個樂趣感覺到有點炫耀 就是因為我跑得滿快的啊 很能跑啊 然後你就發現說 很多人追在你後面跑 很多人經過就說 缺老師... 缺老師你錢掉了 缺老師你不要跑那麼快 缺老師... 然後很多人會跟著你跑 跑一圈跑了 就讓他們跟不上 然後你就繼續再跑... 那個成績感是必要的 所以你還是一種老實個性 就喜歡帶著人家跑 沒有 其實我沒有要帶 他們想要跟上來 那你就讓他們跟 是炫耀 然後跟的時候 你還不能讓他們知道說 你要加速或不加速 然後我想說那我慢一點 他們也慢 我想說那我再加速加速 那我再停... 最後想說好 那我要衝了 我衝的時候你能不能來 我就衝出去 衝出去之後你再怎麼樣 他們就不見了 我們就好開心 我說你看 你們追不上我了吧 我就一直跑... 結果三圈之後衝上來了 我說這種通常要追上你的人 他一追上你之後 跑完了就結束就走掉了 你知道他就為了爭那一口氣 你知道嗎 沒有想是不是我還有十圈要跑 我要跑二十圈你知不知道 慢跑界這麼多心機喔 那你們騎車不會吧 大家說你先走 你先走 有 其實只要跟速度有關 都會有啊 滑雪一定也會 就是比誰快 比誰更... 對 我就不懂 我就想說 快一點你會怎麼樣 而且你不是針對他 你是自己想快 可是有時候你還覺得不好意思 我要快還是不快 最後你快之後 那個人就不開心 想說你比我快 他就他一定要過來 你知道為什麼 像開車一樣吧 就一定要... 因為我們也是啊 我們有很多同行的初學者 我們都一直跟他們說 我們會等你... 然後看他們在下面練 經過他們的時候 我們就會加速速過去 炫耀... 憑良心講 在看每一頁的時候 我都覺得 也許我年紀大 真的覺得有危險耶 所以你這裡講了一句話 老師 教練還是滿重要 上次本來要找小燕姐一起去啊 他說找你去的目的是 希望你去那邊吃美食泡泡湯就好了 OK 對...因為其實你如果不滑雪 你在雪地其實光欣賞風景 其實就很舒服 因為很漂亮 沒有 我一個朋友 他說他今年啊 他的小孩一個... 我想請教你們這些專家們 他的小孩兩個女孩子 一個大班 一個一年級快升二年級了 他說看他們滑雪... 我想帶他們去滑雪 我說你會滑嗎 你現在會滑嗎 你的兩個小孩平常有溜冰嗎 你們小朋友很暈動嗎 可以啊 我也是都沒有運動 其實是可以 他也都不暈動 對 你雖然有很多肉啊 所以他們的教... 所以他們的教練很重要 對 我覺得教練非常重要 對 所以我在書裡面一直強調 你要找到對的教練 帶那些小朋友 應該去哪一個學場 其實每個學場都有教練 那有時候學場的教練... 要看好壞啦 對不對 有 就是要碰運氣啦 比如說我不喜歡參加團體班 因為團體班人比較多 可是有一次我去報 幫我小孩報名的時候 那一班只有三個人 就我兩個小孩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女生 結果好了 隔天我們就去上課 想說賺到 團體班人這麼少 一定可以得到很好的照顧 結果除了我兩個小朋友之外 另外一個是一個18歲的... 紐西蘭小姐吧 就很高 很漂亮 然後那個老外教練 就不斷的在照顧 反正比我小孩... 然後我小孩摔倒 你之後可以... 剛好可以 我想說什麼東西 貼心老公買牙線 很跨學場 超帥氣 看好主要一個牙線 它可以從A學場滑到B學場 不是這樣滑 是 這樣 好 再這樣 好 這個學場 後面就有個商店 我就去買個牙線棒 放在我血衣外套 血本再穿著 再從這邊坐在上面 然後再滑 然後我老婆就覺得我很帥 是那種人 所以你要找到你認識的教練 然後你要... 他也了解你這個學生的 運動的程度 因為他小朋友啊 去滑... 然後滑... 一到了塞上的時候 爸爸 我不行 上次有一次 失溫 那叫失溫 因為其實我們穿雪衣的時候 最裡面那一件 要塞在雪褲裡面 你的體溫才會包在衣服裡 因為小朋友有時候 他就會亂拉衣服嘛 那有時候也疏忽了 因為整天一直滑 滑到下午的時候 我兒子有一趟忽然跟我說 爸爸 我好冷 我想說他可能是累了 結果我發現他整個臉色是白的 然後嘴唇都包白了 後來我看他的衣服 他最內層他沒有塞在雪庫裡 然後裡面冰一堆跑進去 熱量又軟 然後又滑就很冷了 你知道嗎 然後我覺得好像不行 那我... 我可以在雪地叫救護車 可是雪地那救護車 其實還滿可怕的 他會發出一種 很可怕 很刺耳的聲音 後來我那個教練Perry他就說 那李仁哥不然這樣子好了 我把他抱下山 我說你可以嗎 因為小龍再怎麼樣 也大概有個20公斤 結果他說... 他說你這時候叫救護車 等他上來再下去 會有一點時間 他就真的抱著我小孩 然後我就在旁邊 跟著他們這樣滑下去 滑下去啊 就真的從山頂滑下去耶 那時候我就覺得 教練好帥 而且這種工作 一定得年輕人來做才做得 因為要有體力 然後又要有愛心 旁邊有個大叔沒有用 所以我不會當教練 我只要自己開心地滑就好了 他其實去滑雪 其實他有另外一個工作 對 最多的照片就是 最多的照片就是在喝酒 這樣都不會冷啊 那是一邊滑一邊還是滑完 沒有 就滑一滑 他旁邊有店在賣酒 就關進去了 然後停下來喝一杯再繼續滑 佳穎姐也說他跟小S也是 這個哪裡有吃的 人家滑雪會瘦 他們滑雪會跑 因為天氣冷 你會一直想吃東西 要熱量 你沒有看到 人家的運動是多麼的舒適啊 其實我覺得每一項運動都一樣 就是想到要去做就趕快去做 因為不做一直擺著就來不及了 就是你可能永遠 對 我覺得不管是美食啊 或是泡湯 你也是想到就要趕快去做 對啊 真的... 是不是第一次滑雪 你是驚為天人 其實是為了小孩啦 因為其實桃子很怕冷 所以我們壓根也沒想說 要去滑雪 因為冰天雪地 他怎麼可能去 然後其實小奇哥任前期 他已經找我們好多年了 他說李兒 滑雪比衝浪好玩耶 因為你可以一直滑... 一直滑不停 其實我們要的就是滑不停 對 衝浪一浪就沒有了 對 那可是因為真的太冷了 就沒有勇氣去 那也是...後來也是 第一次成行也是因為 就是小孩的同學 小孩的同學父母一起約 那我們想說 好 那就算不滑雪 起碼小孩有半可以一起玩嘛 那我們就去了 然後我才接觸到這個運動 然後才開始覺得 不過你也很厲害的就是 他的女兒 完全承襲了他的運動精 天分啊 打籃球啊 這個游泳啊 跟小燕也報告一下 他最近參加一個籃球比賽 得到新北市籃球國小的冠軍 真的假的 他又參加了校面的游泳比賽 又得到了金銀銅各一面獎牌 而且金牌還是碟式喔 他是碟式金牌喔 這兩個完全不相關的耶 籃球跟... 他就從小就好動 然後他的身體協調性很好 他協調性非常好 超強的 他很強啊 那個桃子給我看 你看我女兒打籃球 他就跑... 就進了 就進了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耶 他怎麼可以這樣 我覺得還是有基因 他要培養 而且他...你們也帶著他去 做他喜歡做的事情 沒有 這是老爸就很驕傲啊 因為上... 有一次跟教練在聊 請問桃什麼時候開始接受 正規的籃球訓練 沒有啊 沒有 那他怎麼會打籃球 爸爸就說 遺傳啦 這真的是遺傳 沒有 因為從小就陪他打 陪他玩啊 對啊 所以他的... 他的身體能狀況 其實我完全的一清二楚 他能夠做到什麼程度我都知道 然後桃子說 你就可以跟小龍在一起吃洋芋片 對... 不是 年紀小啦 他比較可愛一點 他是屬於比較舒適型的 他姐姐就是那種... 這樣動 他其實跟我一樣 就是比較...就是把... 好動 對 把吃苦當吃補那一種 你什麼時候吃苦當吃補了 就是追不到喜歡人的時候 就吃苦當吃補 就好像下一個會更好 下一個會更好 沒關係 你有沒有滑過雪 我沒有 我很緊張 你知道我以前讀那個高中 在美國讀高中的時候 每一年寒假 同學都會去滑雪 等到寒假放完寒假 在上學... 在新學期開始的時候 全部人都拿拐杖來學校 所以我以前... 陰陰 念高中的時候我就覺得說 天啊 滑雪好像他們都會... 受傷 對... 可是聽你們這樣講 如果有正確好的教練 其實是不會的嘛 而且現在護具都做得很好啊 就是我們都會穿護具 還是有一些安全的措施 而且摔起來應該是很開心的 對不對 這樣 也沒有... 沒有... 還是要看雪地都摔起來 是軟還是硬 你還是要看一下這本書 真的嗎 他說夫妻本是同齡女喔 到那時候... 月環的時候 笑不了你啊 他就看他老婆 真的喔 對...他深深有這樣的感覺 其實雪地是硬的啦 雪地還是硬的 對 他不像... 對 他不像你好像看電影 好像躺在棉花 躺在上面之下 因為...不是 他每一個人 一大早就滑 就壓 就會把雪越壓越硬... 但是玲玲也很厲害 因為桃子要一個牙線 那他們兩個大概有兩個雪場 一個A雪場 一個B雪場 他可以從A雪場滑到B雪場 然後那裡去買個牙線再滑回來 小燕姐...不是這樣滑 是這樣子 這樣... 還這樣... 我的天啊 從山上的到那個... 我住的雪場 他只有牙線...沒有牙線棒 可是我老婆超需要牙線棒 他說那你去幫我買 然後我想說好 那我就去開車買 後來想想 我從這個雪場到這個雪場 開車來回也是快一個小時 天啊 可是我如果這樣子 因為山是這樣子嘛 那雪場在兩個角落嘛 我如果從這樣子在... 這樣子 其實也是一個小時 你有什麼GPS或者是地圖嗎 沒有...因為雪場的那個交場規劃 他做得非常的清楚 真的嗎 你從這邊開始做 可以滑到哪個雪場 他都告訴你 所以我就很帥了 有人告訴你 還是你看出去是一個人都沒有的 有...他都有那個地圖 有地圖 只是有指標 他有指標 然後雪很大的話會不會看不清楚 會...就是會看不清楚 而且他風雪的時候會看不到 沒有 你要看 你坐山是不是... 你怎麼上去啊 坐纜車...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怎麼回答你這問題 坐纜車上去 然後滑下來 OK 我剛剛有說... 所以你看 山是這樣子嘛 我就從這邊坐纜車一直坐... 坐到山頂 那但是到山頂 這個雪場到這個雪場就很近喔 因為它是三角形嘛 那我就坐到這邊就往下滑 滑到這邊之後 我就雪板脫了 放著 剛好這個雪場後面就有個商店 我就去買個牙線棒 放在我雪衣外套 雪板再穿著 再從這邊坐到上面 然後再滑回來 然後我老婆就覺得我很帥 那什麼人 這還不錯 所以他不是還積極他就還滿帥 你說像Stanley他就說 你去買 不會...他會陪我去 他自己想去滑 有時候我想累了想休息 他不讓我休息 他硬要陪他滑 我們都來了 一定要滑啊 而且雞雞是那種 痛到不行但還要滑 對 他有一次凍傷 對 他有一次腳凍傷了 然後他吃止痛藥 吃止痛藥 對 因為我是一早要穿我的雪靴 然後是整個穿 我眼淚就開始流了 然後他就說 他就說你今天不要玩了好不好 我就說不行 就今天才第二天 怎麼可以不玩 然後我就硬穿上去 然後就可是真的 就怎麼走都很痛 就我們有個朋友 就丟了止痛藥給我 你就吃完止痛藥就去 我就騙他 我就說我可以跳了 但其實還是會有點痛 可是是我可以接受的痛 然後那個藥 笑到下午4點多 退下來的時候 我真的很想從山上滾下來 我是沿路大哭的滑下山的 然後就完全脫不下來 然後旁邊的人 就一直問我怎麼了... 然後我就一直大哭... 妳是凍傷嗎 我的腳腫得 跟那個面菇一樣大 這有點危險耶 就愛玩了 就是愛玩 其實玩極限運動的人 都有這種精神 對...這是一種病 不是精神 是一種病 但也是一種病 好 我們來看看他們那個滑雪 對不對 早上看一下 李里人的滑雪影片 飛起來喔 好愛喔 拍一操 拍一操 很難招待 一 Stripe 好帥喔 等一下 這個有直升飛機 本來你是怕高的 不是 我說我很怕高 其實... 你很怕高 那怎麼衝浪 衝上高去 然後滑雪也是到高山往下 他從上面往下看的那個 我不知道 你只要腳有著地我就還好 我是不喜歡那種 大怒神那種高度 那個我就會怕 那其實坐直升機 其實我沒有想要去坐 因為我覺得我老婆 一定不會讓我去坐 結果沒想到 因為我其實那一趟去 也是為了輸 我要拍一些照片 我自己請了攝影師 要拍一些比較特別的照片 我老婆就說 我說好 我去 可以喔 老婆說 不是 不是 同樣有一些 不是 裡面的臉都遮住了 那...對不對 都... 他意思是說 他意思是說 你真的要出滑雪書 你真的要給這個讀者的朋友 來點不一樣的 那而且呢 其實在山下就有賣保險 滑板踩 填月經 是難以下傻 以為要當吧 有一次摔到最嚴重 我們兩個都快嚇死了 真的 可是我是完全站不起來 真的 真的嚇死了 是這個 真的笑的 我去看了 他把他懷孕 對啊 因為你不知道你是地球 讓他懷孕 對 還是要讓他懷孕 對不對 這個 直升飛機是帶你一個人 還是帶比如說幾個人 他一台直升機 可以坐四個人 然後他就送你到 他為什麼沒有上去 他沒有...他在山下喝咖啡 然後一般雪場 像日本的雪場高度 大概是1500公尺的高度 可是直升機可以上到2500米 所以一般雪場從... 雪場的營業範圍高度 滑下來大概半個小時 可是我從直升機降落點 滑下來的時候 是一個多小時 如果是不停的話 是一個多小時 搭走的那個高度 但是你下了直升飛機 還要再走是不是 對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我是去白馬 白馬的母池雪場 那通常我朋友是跟我講 Jimmy是跟我說 像他們會包直升機 他們就是包直升機 載你去 你滑下來之後 他再載你飛上去 可是你降落的點 就可以直接滑下來了 可是我也不知道 為什麼那個點 那為什麼你要走一公里呢 因為我們降落的時候 那個...他還是有工作人員 他就告訴我們說 你要從旗子那邊 走到旗子那邊 才可以開始往下滑 那我就回頭一看 那個旗子就... 對 然後你看照片那個 就是我的教練 跟我的攝影師 我們一起就在那邊走 你是哪一個 第一個 我是第一個 對啊 你的攝影師會不會... 他也要會滑啊 他好厲害 他是一個加拿大籍的日本人 所以他在加拿大 已經滑了20年了 然後他那天拍照的時候 他是帶了兩台單眼相機 兩台主機四個鏡頭 然後背著比我們這樣滑 對啊 他很厲害 其實該出書的人是他 他可以給我一點拍對不對 對 該出書的人是他 他真的很厲害 好酷喔 可是我覺得也有這樣子的 難得的體驗 我們才可以留下這種 很珍貴的畫面 因為這個真的超過雪場範圍了 超過雪場範圍了 已經超過雪場範圍了 他真的就是野雪了 這個畫面不得了 對啊 很漂亮 天啊 多神器 等一下 那個板子 是那個板子 不是 不一樣 那個是我的... 不同張 但就是這種 其實這個時候喔 到了那種地方 就是要選要板子對不對 對 板子是其實最看不到的 因為在地上啊 可是要拿起來 拿起來... 拿起來其實很小 拿不贏人家沒關係 然後衣服啊 板子啊 衣服最重要 衣服很重要 因為衣服一定要常換 因為妳如果今年跟明年 都算一樣的衣服的話 妳不知道哪一... 妳不知道是哪一年去的啊 對... 等一下 每一年都要換啊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 下次真的是騎車 要換一些衣服喔 有...我們這次騎他車友 也都是每天換不同的車衣 對啊 騎車也有不同的車衣 鞋子不會穿破嗎 對 不會破嗎 那雙鞋子是新的 但是我第二天看他的時候 我覺得他已經是一雙 你知道嗎 其實我不知道我的腳 踩了哪些東西 我明明只有踩踏板 風紗 對 你那輪胎會不會爆胎啊什麼 有 會爆胎 那有人幫你們修嗎 有...有維護車跟在後面 我看過一張照片很酷 就是我騎腳踏車的時候 就是大家可能會騎 三、四十萬的車去比賽 對 但是呢 有一次呢 有一個第四名 是有一個70歲老伯伯得到的 所以我來看那張照片都被激勵 但是你用什麼裝備 完成那個運動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有沒有那個 意志力跟新 我看到那個老伯伯 他就像是一個賣饅頭的退伍老伯 然後他慢慢騎 沒有 他沒有慢慢騎 他騎得比... 超快的 他騎得只輸三個人 你看 他得到第四名 可能有幾百個參賽者 可是他就是... 他就是用一台 就是最普通的腳踏車 完成那個比賽 而且得到第四名 我也有一群朋友 他們是那種企業界那種 年輕的精英 他們也是辦了一個 那種車隊叫環島 結果回來之後 那個T恤上面 每個人都寫了名字 都說天啊 我快死了 這整個最震撼的兩禮拜 怎麼樣 多棒... 結果我就問他們說 你們騎得怎麼樣啊 旁邊的人就說 結果有人吐槽說 後面一個保母車 他們其實都... 就是在那邊拍照的時候 在那邊騎著 下車坡 上坡 後面一個車大家都在上面 我好累 好累 再有重點來大家就騎 然後跟真的一樣 我就說你們少來了這樣 對 其實要...要騎 就像這樣真的 對 真的要自己去做 對 所以它其實不會讓妳覺得很累啊 不管是滑雪或騎車或跑步 就是妳只要願意去做就可以 對 其實也有學生像曲家瑞 每天就找累的事情 妳現在一個禮拜健身幾次 一個禮拜可以健身 其實最多可以四五次 但現在少一點 大概兩次 三次 妳知道為什麼 小燕姐妳記得我之前來 我很喜歡跑步 跑得很兇 很猛 然後速度很快 可是後來發現我的膝蓋 有一些問題 這邊喔 不是 這邊沒有 這邊有 為什麼 我不知道 它就有點不舒服 然後尤其每次 在我越跑越快要衝 我每次最後會衝的時候 衝完之後我就覺得 天啊 怎麼會這樣 然後隔幾天可能就不太能跑 但過一會兒又好了 那後來我就想說找一個教練 問問他到底怎麼樣 妳有沒有帶護膝 有的時候有... 妳看我多好看 妳看看那個照片怎麼樣 妳看我多好看 妳看我多好看 沒有啦 沒有啦 小燕姐 妳說趕快講好好看 不是 我以為一隻什麼青蛙什麼 沒有啦 那就後來因為 我就找了一個私人的教練 然後就幫我看我為什麼會這樣 膝蓋為什麼會這樣 我本來以為我真的是說 要開到要受傷要怎麼樣 因為很多人慢跑 都有這個膝的問題 後來他就跟我說 是因為我的用錯的位置 我的核心都沒有建立 所以他就說 我們就停 所以我大概有停了 真正停了大概四 五個月沒有跑了 就訓練身體 對 我才知道說 妳知道 餵前都是用蠻力 用意志力在跑 其實要用... 其實我們之前有個朋友也是 就是跑步跑到膝蓋受傷 我們就帶他去看醫生 然後那醫生就說 因為其實我們很多人 走路的姿勢都不正確 然後我們還用跑的 他就會更受傷 我們要不要看一下齊齊的膝蓋 我膝蓋都是傷啊 因為我玩滑板 就常常受傷之前 我現在很少心患了 妳那個膝蓋已經是... 就是我看到一個十五歲小孩的膝蓋 因為以前都沒有這樣機會 妳不痛嗎 很痛 而且我有一次摔到最嚴重 我們兩個都快嚇死了 真的 我在練一個要360度轉圈的動作 就是滑行的時候 可以在板上轉圈圈 像跳舞一樣 然後我就很開心我做到了 然後我就越來越加快速度 那那天他不在 我跟另外兩個好朋友去 他們就正在吃便當 就聽到我 然後就看到我整個人趴在地上 然後板就飛超遠的 然後我是完全站不起來 然後起來的時候 就全身已經都是黑青了 然後膝蓋也腫了 然後後來我 都不來 真的嚇死了 我去看了不然他懷孕 他就嚇死了 我們兩個快上 而且... 因為妳不曉得 是地球讓他懷孕 對 還是要讓他懷孕 天啊 他自己懷孕 對 對 然後我就開始 越來越胖... 然後那就很像 越來越加快 對 然後就整個人越來越腫 然後後來去看鬆一溪 他們才說因為就是身體受傷 就是摔到 等一下 可是那你運動節 你有暖身 運動完有收傷 對 可是... 可是那為什麼還會這樣 這個速度就太快了 因為太快了 而且我是摔在水泥地耶 不是 我要講一個題外話 這兩個有多好笑 我們剛剛在化妝室 他們問我說 他說他想結紮 我說人家結紮 是人家生到不想生了 才要去結紮 沒有 他現在就是被那半年嚇壞了 這兩個是還沒有生去想 想去結紮 我說這個關鍵有點奇怪 不過不奇怪 一個要在沖繩曬太陽 一個要滑板 一個還要滑雪 哪有時間生小孩啊 對啊 玩都來不及了 對 玩都來不及了 我們來看看機器滑 玩滑板的影片好不好 有妳可以做我們的工作嗎 好 好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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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羨慕… 等一下 等一下 妳先去這樣子滑... 像欣賞這個 就不要這個滑什麼360度 可是一直滑心 妳就會覺得很無聊 妳就會想要做一些動作 對 有挑戰性 其實史丹利以前是那種 就是出去就是躺在沙灘上 要喝酒 要看書寫過對不對 海風吹吹 就是能不動就要不要動 對不對 對不對 就是屬於海龜那種性質 你現在... 所以結婚了以後不會這樣啊 又滑雪 又滑板 為了愛 是...為了愛 所以她可能現在已經改了 因為錄影她其實都沒有遲到 尤其小燕姐的節目 今天她最早到耶 小燕姐的錄影絕對不能遲到 今天早一、二小時四十五分鐘到 對啦 因為曲老師很長 而且音樂習慣很長 來 我們來看看曲家瑞的健身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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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我媽... 我媽這話我下了 我媽每次都說 你可不可以不要再弄你的那個 訓練你的背肌了 可是我後來還知道 其實身體它是一階一階 比如說剛剛我要拉這個東西 它不是就這樣拉 以前我們想說以為是這樣拉 不是 你要先這樣好 然後你要這樣... 你知道 像以前我跑步就這樣 我可能以為是膝蓋在跑 其實這邊都要把它練好 但我過去不知道 就算你要做一個深蹲的動作 你也不是膝蓋先 你要先退... 你要先退後面 對 然後膝蓋再出來 然後在拉的時候 先要啟動後面 先要背肌 要先壓好 背肌要先壓好 你知道嗎 啟動 然後再拉 所以可能透過這樣的訓練 我可以慢慢把身體 建立好之後 我可以再回到跑道 跑得更快更好 李李妍 你這個一家大小帶去 我看書上講 你這個拎東西不得了喔 對啊 所以我後來滑道 然後我直接在東京租一個倉庫 好... 東西放那裡了 因為其實很方便啦 因為其實沒有想像中的那麼貴 一個月租一個 放整個雪袋的金額 大概300多塊日幣 可是你們那個東西實在 要帶的東西太多 也是出國好累喔 其實從頭到腳 你看史丹麗那個照片嘛 上面有帽子 雪鏡 雪衣 然後... 火圍 褲子 板子 鞋子 然後... 而且這個衣服要帶好幾套 不是各一套 幾公斤啊 這樣子 但是你要想喔 我一個人要乘以四喔 對... 對 所以我要扛的東西 是很多的啊 所以我們就盡量... 把裝備減少 就是最內沉的 晚上洗一洗 因為日本都有暖氣嘛 晚上洗完澡 自己洗衣服啊 洗一洗 到後來還是我在洗 然後洗一洗...然後就乾 白天就乾了 所以我就盡量把裝備 減到最低的 那你們兩個誰洗 我就負責喝酒 反正就這樣 洗洗 嫌妻 我陪她去...很辛苦耶 沒有 他就是認定說 這不是我去 他反正從頭到尾 我是來陪你的就對了 他也是很享受 我也學了 對不對 我也學了 但我也是為了愛 而且我剛開始 我還一個人蹲在那個雪地的倉庫裡 自己在幫他收行李耶 那我們第一次吵架 我們交往的第一次吵架 是為了這個事情 我生日當天他喝得爛 對啦 不是生日當天啦 隔一天 因為我們第二天已經要回來 所以要收裝備什麼 那都好啊 都結束了啊 對 但是因為太開心了 我就喝醉了 喝醉倒了 然後就心裡都還沒有收 板子都還沒收 他一個晚上兩點多 然後帽子那個外面可能沒有暖氣 因為車庫是冷的 車庫沒有暖氣 因為裝備滿多的 滑雪的裝備 他就幫我收裝備 對... 這我們第一次吵架架 你有生氣嗎 有 我隔天超呼的 你老婆會跟著你去騎車嗎 我老婆不會 對 平常也不會 不會 就是我們頂多一起 在跑步機上面跑步 對啊 可是就是我的運動量 跟運動的邀約 比他多出很多 我覺得可能是為了不要讓我有 所以我就是 我太太...我太太就是... 我第一次聽人家 這麼坦白的講耶 通常人家來講運動 都好...都好...只有你 我平常講我佩服你 只有你一個人肯承認說 我老婆可能不是說 我不外遇吧 把精神放我的汽車 妳就不會看女生了 其實也對啦 對 所以我這一次環島九天 我每天都要回傳照片 讓大家知道我人已經繞腳哪裡了 然後今天做哪些事情 這也是...除了是一種紀錄 也是一種自情的表現 來... 對... 你真的會忘記了 你真的會忘記了 剛剛那照片就不在旁邊 我告訴你 這個...我朋友去歐洲去哪裡 就他只有他自己拍 你一個人去嗎 你為什麼不跟別人合照 跟你的朋友合照呢 沒有 這是他一個人 巴黎鐵塔 羅馬 許願池 有人拍... 而且一個人很難先去歐洲啊 就有點危險對不對 所以這就是大大的問號 大大的問號 誰幫你拍 有... 我的那個...我的室友 因為我是跟我的朋友 住一間的 真的...然後他是男生 其實我們沒有一直沒有... 其實沒有懷疑 是你自己講的 是你自己講的 你...你要惹我 沒有...你們都知道我是親白的 你看 我們不知道 我哪知道 我們不知道 他現在的聲音都啞了 我是跟我高中同學一起去的 然後我覺得機械最好的訓練老公 對 完全沒有力氣可以做什麼事 而且是春夏秋冬都買的 都買 都是小夜之夜 特地滑雪他一直在這裡承認說 其實我呢 我真是只是為了愛 我只是為了愛 我對滑雪真的沒有辦法 就怎麼樣 但是我也寫了半本書 要低調謙虛 低調謙虛 但是你們也介紹了很多的學場 那是滿好的 來 我們看看Stanley滑雪 是沙車 感覺上壓住 會沙車耶 沙車是一定要會啊 因為不然的話 你只能跌倒而已啊 就這樣對啊 不是沙車就是跌下去就是沙車 其實滑雪第一件事 就要開始學怎麼摔 對... 對 你是書上寫的 就是要學怎麼摔 對 一開始一定要學怎麼摔 摔很重要 這個這樣子是正確的摔法嗎 不是啦 摔是很累喔 滑下來很累直接躺在地上 對啊 摔有正確的摔法 比如說側的還是直接下去 還是怎麼樣 要看狀況 比如說你往前摔的話 因為一定要帶護膝嘛 對 膝蓋 有人往前摔會...就會鋪用手撐 其實你摔就直接跪地 然後滑出去就好 對 用手撐手反而容易摔傷 那如果你是往後摔的話 那我們有穿防摔褲 你就是往後坐 往後躺就好了 那像我剛剛... 其實我這邊有後遺症 因為我剛開始不知道怎麼摔 我就一摔下來 我就用手撐 就一直撐... 然後撐到我到現在 我這邊都還有一點點 剛開始滑雪的人 全身都不痠痛 對 全身都不會痠痛 只有手會最痠 對 因為都會這樣撐 而且所有的初學者隔一天 因為我們那時候 都沒有教練教我 我們都自己摸索 然後我們隔一天 每個人都沒辦法下床 沒有辦法直接這樣坐起來 我們都是先滾... 滾到床下 然後扶著床上起來 然後才用手撐起來 運動 就是要找教練 真的會的話很爽 在台北日子過得太安逸了 溫暖的寶島 對不對 一定要去日本 一點錢 不是 這種感覺就像什麼 你知道嗎 就像... 就摔得好美喔 摔到一張這樣也值得耶 其實你知道拍這一張 我們那旁邊很辛苦耶 對啊 那是假的... 那是假的 那不是真的 我以為說咻 這樣算 因為網路上有一段影片就是 怎麼拍這個做假的照片 所以我們那次去 我們每個人都來拍 說真的 這一看就知道是假的 因為花照講要在後面 你怎麼都會在前面 對啊... 今天我們有教練看你的 是這個多愛慢跑 真的嗎 是他的教練是不是 好 來... 菁老師運動喔 他是我學生裡面的類型 算是很認真的 他喜歡把動作做很慢 做很標準 其實菊老師的協調感 沒有非常好 有時候就是很容易忘記 有些動作喔 他真的做不到的時候 我就叫他閉眼睛做 閉眼睛他就做 他就餵了 對 真的很累的時候 他說可以了嗎... 好了嗎... 就知道他其實已經 有一點到那個點了 我們常常就是約時間 就是運動嘛 那菊老師遲到的時間 我如果跟他約四點啦 那我就會就是 我就會抓半個小時後 對 他會到這樣子 真的嗎 半個小時 他後面那個真的是妳 真的是我 我告訴你 他在這本書上 當然關鍵字很重要的 比如說安全感啦 眉膏啦 勉強期許啦 眼光啦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就是 時事要反省 時事要反省 比如說你一定要想知道 我自己是有什麼缺點 一個人如果妳不知道 自己的缺點在哪 妳就沒有辦法去... 去避開妳的缺點 發揚光達妳的優點嘛 這樣講好了 對 其實每個人都有缺點 然後我自己也有 然後我也知道 可是通常我們都不願意承認 或想不願他會有說 對 他在上面寫 沒有 現在進步很多 你來... 那他是講之前嗎 好像之前已經出了 還在吃吧 沒有 我跟你講 小燕姐 我真的進步超多 妳知道我在學校多禮 以前是一個小時嗎 沒有 我在學校多禮 我曾經教書 就很多年前教書遲到時候 你是老師耶 是啊 當時另外一個老師 還把我鎖在教室外面 老師被鎖在外面 我曾經有過 然後我每次跟他約我 一定遲到 然後因為你在國外大家說 要Fashionably late 就說我是時尚 所以我慢點 可是你不能運用在生活裡面 你一定要有紀律 所以我現在就改變了 你知道嗎 沒有 現在不能... 現在再也不能遲到 現在誇張的時候 比如說我到了 大家還想說你來幹嘛 我說不是已經上課了嗎 他說太早了吧 不是 你知道以前的我啊 我可能就是 如果7點的話 我可能6點45分出發 完蛋了 然後我就要... 可能就會對計程車司機說 你可以快一點...快點嘛 快點嘛 他就說 那你下車 你不能不早 我10分鐘起床 你不能遜我 不然你就下車 所以後來我知道 我就要早一點到 我現在就改變非常非常多 就不可以再這樣子了 我覺得對別人跟自己 都是超級的不尊重 這樣可以這樣講嗎 可是教練還是這樣敢 對... 沒有了 教練她要求我 大主題 我說昨天看完這個書 我在想 好 她可能現在已經改了 因為錄影她其實都沒有遲到 尤其小燕姐的節目 今天她最早到耶 小燕姐的錄影 絕對不能遲到 我今天早一個小時45分鐘到 OK 你問...你問攝影棚 我是不是第一個到 我是不是第一個到 我跟妳講 絕對不可以喔 對啦 因為 而且音樂習慣裡 好 嗨嗨... 好 今天其實我們介紹的是 中年人的娛樂 所謂的娛樂也就是運動 因為你如果讓自己真的... 其實在運動的時候 真的是很開心 我是講摔歸摔了 痛歸痛 可是回想起來 其實那是一個很開心的 尤其是帶孩子啊 或者是你這個完成九天 對一個中年男人來講 這是一個很大的... 很少事情 很少事情可以讓我們 這麼專注的在...在做 我覺得需要跳脫自己的 原來生活的模式 讓自己有一點新鮮感的刺激 但是滑板 我建議你就... 還是要帶過去比較安全 不是 我的意思說 有太難的動作 對 有... 因為又不參加奧運對不對 我現在也會比較乖 而且健身房裡面鮮肉 年輕的女生都很多 所以每次去之前 我都能量滿滿 而且我看到大家就覺得說 這裡好...很有活力 很有招心 就在那邊運動起來更開心 越運動 越年輕 活的就是要動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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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